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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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穿过农堂 藤满菌花香 乘上的单车 斑驳的转强 我追随阳光 却背对天头 孤独像挂手 没心中 悄悄而遇 醉而易的真相 风吹呀吹呀吹起淡薄的一生 爱说吧说吧说你为我藏了一颗糖 不见心过无妨 你就是我 暗夜里的太阳 青春像孩子们捉迷藏 迷失的我留在县城 牵着我的手 牵着你的手 带我走 带我走趁着无常被灯敲 随悲伤 再随你流而上 淹没了时光 我们也不过是在 教室水过头 小说着梦 太荒唐 最悲伤 最悲伤 再次你流而上 淹没了时光 我们也不过是在 小心水过头 为何因为一只鸟 一样 你相信我 只要咱俩在一起 只要咱俩在一起 是问题总有解决的方法 对不对啊 你看 这个弯花筒 是我要送给你的 这个弯花筒 就像是我们的周遭 分发五杂 让人心乱如麻 可是我在里边 放了一个钻石 你看一下 只要一抬头 就能看到最初的我们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不想看 但是应该挺好看的 你给别人就好看吧 房租 我放在桌子上了 喝 这么意思 我不是奇 那是有这么爱我 你不懂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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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不敢留下来 你敢不敢留下来 你敢留下来 我们就像两条射线 开始的地方是一样的 后来却越走越远了 齐鸣 你车速这么快 你会不会开车啊 你 我就在这儿 你抓我啊 你抓我啊 你没事吧 你又没有受伤 你不是去找易瑶的吗 他为什么要把你弄成这样 把你弄成这样 他就开心了吗 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我来我来 谢谢啊 没事 太麻烦了 其实这些日用品 我多拿一个箱子就行了 没事 一个女孩儿心里那么多 肯定不方便 我随身也没什么东西 就顺手带了 谢谢啊 没事 你下周就要走了 准备好了吗 差不多了 到了法国先去看房子 然后再熟悉一下 学校周围的环境 到时候你来也方便多了 你妈也不会担心 你想得挺周到的嘛 对了 这袋子里有我给你 拿了吃的东西 谢谢 你陪我就是办清理 骗我办卖 这就更不用谢了 每周去人家吃一顿饭而已 这么好的福利 我乐意至极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骗到孙希啊 她呀 她那么贼 怎么会骗得过她呢 我早就被她阴行逼供了 那我们是不是有什么破绽 你爸妈没怀疑吧 没有 就是辛苦你了 不过等你去了巴黎 我们就不用再减这双情侣了 不辛苦 其实 每次我也不只是因为 阿姨来邀请她去的 在遇到你之前 我一直都很喜欢那种 简单 安不就关 也一直想要找一个 愿意平安生活的伴侣 我觉得你就是那样的人 对 我很喜欢你 其实 你不用着急回答 也不用着急否定 我知道你心里 一直有那个人 我可以等 可以 我们还要口号再走 咕噜 冰果小丸子 吃一口甜一辈子 说 咕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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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果小丸子 欢迎去我们的 冰果小丸子店 就在里面的那个胡同里 前面就是 爷爷 欢迎去我们的 冰果小丸子店 就在前面的胡同里 欢迎光临我们的 章鱼丸子店 就在后面的 欢迎光临 谢谢 我们的夫妻老婆店 你刚才说什么 等一下 你刚才说什么 你刚才说了一个 我没说 你再说一遍 你刚才说什么 我没说 我说欢迎光临啊 不对 后面那间 店啊 不对 店前面那个 欢迎光临我们的店啊 我们 后面的店前面 欢迎光临我们的店啊 欢迎光临我们的店 欢迎光临我们的夫妻补合店啊 对不起 冰果小丸子 冰果小丸子 吃一口甜一辈子 欢迎光临我们的 冰果小丸子店 就在前面的活动里 同机主 为什么还是没有人啊 是不是我们爸的床单 没有作用啊 咕噜 有耐心 知道吗 广告啊 它形成广告效应 是需要时间的 对不对 着什么急 说不定一会儿 就时来运转来了 咕噜 来人了 来人了 你好 请问这里是 田田和嘟嘟的小丸子店吗 对对对 我是田田 她是嘟嘟 我 我是我是嘟嘟 还来一份小丸子 哥 这个刚出炉 因为刚开业 不知道你们都喜欢吃什么 所以每个口味里都有 好 给你签 哎 嘿嘿 哎 好 多提宝贵意见 啊 我们虚心皆胜 呃 我想若若问一下 田田和嘟嘟后面怎么样了 我这里只有第一第二回合 您说这个呀 因为这个 这个广告单的印刷面积有限 所以就拆成了上下两段 这是你们的营销策略吗 厉害 哦 是吧 比我们老师上课讲的那些案例 还要好呢 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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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常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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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常来 常来 好歹 还是你的创意好 好歹他老公的创意 也还挺不错的 咕噜 好 我结束痛苦的冬眠了 准备外出 寻觅新的生活 欢迎出动 这段时间你忙里忙外 真的谢谢了 跟我还有什么谢不谢的 女儿并想感谢我 就请我去好田肚子那儿 包场吃小丸子 一言为定 一声不响你 不知道有多哪儿在 来 我们到这边来看看 这边呢是晶石和矿石 它们都是五颜六色的 颜色特别地好看 然后这边 矿石 绿色的 蓝色的 色泽都非常地漂亮 然后我们到这边来 来 您好 我是嘎玛 是嘎玛 请问需要帮忙吗 那么 过来 您好 我是嘎玛 请问需要帮忙吗 你家主人呢 去哪儿了 去哪儿了 一天不见她中药 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你不是在跟壁虫吗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请再说一遍 你给我门上戏呢 去哪儿了 痛 痛 你还知道痛 你还躲 你再打 我就要叫人了 叫呀 就 报警装置已启动 好了好了 你是内存条坏了 还是主板被烧了 失忆了 健忘了 看着我 我 顾森熙 你不认识了 您好 您好 我叫嘎玛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吗 你玩失忆 他玩失踪 你俩合起伙来坑我呢 你走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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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吗 人去哪儿了呢 人去哪儿了呢 该不会辞职了吧 人去哪儿了 工作证还在 撬班 不可能 他一个工作狂 怎么可能撬班呢 我也想做一个那样的机器人 我也想做一个那样的机器人 所以直到我十九岁 我才做出来一个特别笨的软件 他只能模仿我父亲的声音跟我说话 仅此而已 所以你就是为了这个 才开始做机器人的吗 对啊 主事 我真是不知道 现在做一个特别的事 怎么说正经验呢 我爱自己的软件 是一个特别的事 我爱自己的成绩 我爱你 你却已经很跳舞 我爱你 都爱你 保护了我爱你 但是不要再加上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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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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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你 我爱你 你是爱你 你爱你 你爱你 别近 áp 你爱你 你爱你 我决定了 要重新开始振作起来 每天这样和你带眼灯交演的 成代言游民了 我决定 重新找一份工作 喂 嗯 张经理 哎 易遥 家里的事都安顿好了吗 我已经处理好了 谢谢你们关心 喂 易遥啊 你有没有想我啊 哎 我们都想你了 这个放个假 休息一下 差不多回来得了 我已经辞职了 什么 哎 你流程都没走完 谁同意的 嗯 刀儿姐 喂 易遥啊 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你的辞职信啊 还在Dora姐的抽屉里 这个电话也是她的意思 你如果想回来 随时都可以回来 她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哎 是啊 哎 我跟你说啊 Dora姐这个人哪 你别看她平时一副 气势汹汹的老虎香啊 啊 这捋两下还是支温顺的大猫 咳咳咳 咳咳咳 啊 有什么好车的 我比喻得很贴切 有问题吗 Dora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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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没说的你都听到了吗 好好想想 自己说的决定 咖啡 办公室 喂 谢谢你关心啊 我决定了 等今天下午 我就过去办理日程序了 那下午见 好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你不是走了吗 还真是阴魂不散 我以为我不在日子里 你会消静点 没想到比妈这儿还勤快吗 来来回回有意思吗 你来公司干吗 闲之乐吗 并不告诉你 既没背景又一堆黑料 待在这儿还有什么意义呢 最起码我有实力啊 真不知道你在优越什么 你是不是又来接近其名的 你把她搞成那样 你是不是觉得她喜欢你 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你想多了 我珍惜的人被你搞成那样 我一定会加倍奉还的 程庄总要告诉你 本来我是来辞职的 不过谢谢你 我改变主意了 最新的合同翻译好了 因为有些条款涉及专业术语和特殊表达 所以我还是亲自来一下比较好 你有什么问题要问的 随时可以问我 辛苦你了 谢谢 礼物你送出去了吗 没有 那你们现在怎么样啊 我们分手了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要问这个的 没关系 人们说不经过长夜的痛哭 是不能了解人生的 总有一天 我们要习惯任何人的忽冷忽热 也要习惯任何人的渐行渐远 所以成熟不是世俗和圆滑 而是不管经历多少眼泪 你仍然能笑得出来 道士姐 我决定留下来 加油 吴德陪 你对工作牌 是我帮您找在前台的 谢谢 你怎么不去跟她说话呀 好 看我现在的这张脸 在她眼里 就写了两个字 天赌 我还有什么资格 再追着他说话呢 你们感情技术这么牢固 不会就这么轻易垮掉的 没准他过了这个关 你们感情会更好的 也是啊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都会陪着他的 大家把头抬一下啊 有惊喜 易遥 易遥 易遥同志啊 经过一段时间的掉线啊 易遥同志 终于和组织接上头 恢复上线了 大家掌声鼓励 各位前辈 请多关长 哎呦 能回来真是太好了 你不知道 少一个人工作量多了多少 再这么下去啊 我黑眼圈都变成双层了 哎 对了 吐鸡蛋未闻 不用谢 照单全收 不过你先帮我拿着吧 约上放我办公桌上 好 灵然 你可以啊 拿着公司给的东西 切花献佛 佩服 送什么礼不是送啊 再说了 要不是我留着 早被你们这帮恶鬼给刮分了 还不得感谢我啊 哎 易遥啊 见你回来 我不知道有多开心 就充分地证明了一点 像我们这种 又帅又魅力的上司 是多么地有时长 你在外面 一定打着灯笼 你能找不到吧 找不到 帅上司给你布置个任务 那就是啊 把这个文件给我整理好 然后送到我呢 后礼 我收下了 加油 胸起 来 易遥 我帮你拿 没事没事 我自己拿就好 易遥 你能回来真的是太好了 你不知道 你不在的这些日子里 我们工作都没有动力了 感觉特别的压抑 这是谁的啊 真是 不好意思 现在这个位置是我的 你的在那边 好 好 好 是不是撞到你了 要帮你揉一下的吗 不用了 谁的呀 好 锋芒毕露 盛起令人 也许并不是贬义词 但有些人生来便拥有 将这种特性 活成贬义的能力 面对赤裸的挑衅 该怎么有力地回击 哎 你好了吗 你好了吗 需不需要我帮忙啊 你 你不 你不回答 我要进去了 这件衣服是不是有点 太紧了 这我没干吗 问你好不好看 你敢说不好看 我觉得挺好的 只是到现在 我都觉得 我是不是遇到了一个假看医人 那骆医生 要不然你把我解剖了研究一下 为医学做点贡献 你干吗 你不会现在要解剖我吧 请你认真地回答我 你是不是真的要嫁给我 我知道 我知道我这样子挺招人烦的 但我控制不了我事情 我每天过得特别不准时 你这个问题 你每天要问紫辩 而且我都跟你说了 我要嫁给你就是真的要嫁给你 要不然这样吧 你把我摔到你身边算了 你把我摔到你身边算了 我觉得挺好的 那从今天开始 跟我报告行程 然后回家五分钟的安抚时间 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啊 你要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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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 不 逃 婚 满意了吧 你那部分准备好了吗 一遥 你那部分准备好了吗 刚好 我的也准备好了 你准备好以后 就拿给 唐主管吧 嗯 我问好警察的 怎么 反正你小心点 别再被他抓到什么把柄了 哎 别人啊 你看这个 好 林安 把这个打印了 到这里急着要 易奥 你坐我那儿干吗呢 交分件啊 哎 领导 这次你可要好好检查好了 别掉出资料不全的话 再怪我 我一定会好好看的 不然又出了问题 谁负责呀 好 他怎么又冒出来了 真讨厌 这里的饭菜香呗 我看不是东西好吃吧 是把我们公司当年数版 黏在这儿不走了 上次我们连手都没把它搞走 真顽固 简直阴魂不散 这一类物种最大的本事 不就是死皮来脸吗 有空子就钻 有漏就钻 根本不把人 那现在怎么办啊 看着反胃 那就下点猛药 我就不先弄不死他 好 这么多衣服让我们看展览啊 看到我心痒痒 我又买不起 还有这些 你们挑啊 好啊 好啊 来 买不起我真没什么性质 哎呀 你傻呀 待会儿他让你试 你要觉得穿得舒服 就不要脱下来 话也说回来 哪有那么多衣服 他也穿不下呀 真的呀 那就是 那我要这件哦 你别跟我抢哦 你看 你看这一件的手感 比我们家最贵的 那个澳洲羊毛袋 哎呦 还舒服哎 哎哎哎哎哎哎 这个给我 哇塞 怎么那么贵啊 他下得了手 手的啊 齐明妈妈有钱 哎呀 齐明妈妈 有钱就是好 想买什么衣服 就买什么衣服 还有呀 这些啊 有些是老齐的客户送给我的 有些那是我自己买的 你看看很多商标都没有穿下来 我都来不及穿 你们要是喜欢啊 就拿去吧 哎真的呀 都给我们了 是啊 哎 全都不要了 对 你们挑啊 怎么样 好看 你 你发现没有 今天他不太对头哎 还那么贵啊 不是一半都贵啊 我早就发现了 今天齐明妈妈不对头 绝对不对头 哎这么贵的东西 他学的给我们 平时没这么大方的 哎那个 还有一些你看我放在家里挺碍事的 哎 你看榨汁鸡啊什么的 你们要喜欢 都拿去吧 哎 齐明妈妈 嗯 你 你没事吧 我怎么觉得你今天有点不太对头 你 你要平时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你 你恨不得用个相框 裱起来挂在家门口的哦 就是啊 你怎么都给我们了呀 哎 我我也觉得齐明妈妈 你不是在交代后事吧 会不会像那个林华妇女一样 说走就走呢 呸呸呸 要走也不是我走呀 这些东西你们要不要 不要的话 要要要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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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要的要的 都是好用的东西啊 要的呀 齐明妈妈 你身体真的没什么不舒服吧 没事了 你说呢 你已经是人上人了 但是我总觉得 你好像很不开心的 整天黑着脸 你有什么事 跟我们说说呀 我们都是几十年的老邻居 其他帮不上你 听听你的心里话 跟你出出主意 还是可以的呀 对吧 对的呀 齐明妈妈 你绝对有心事 满不够我们的 就是啊 有什么心事说出来 大家已经想办法了 好够了 比我们啊 对呀 说出来嘛 想想办法一起 我去看一下啊 来来来来 要紧了 不知道呀 肯定有事急 我们挑我们的衣服吧 好吧 阿姨 开大门 宝安啊 你们是怎么搞的 不好好看着大门 放陌生人进来 赶快把他赶走 齐明妈妈 谁啊 没事 我的一个远房亲戚 要跟我来说点事情 你们先进去衬衣服啊 好好好 我一会儿叫你们 真好看 好看 好的好的 快点 没事 没事 好 你是怎么进来的呀 现在锥子里 都学会翘锁了哈 小心我报警啊 当然是老齐给的卡 我按门链你怎么不开呢 我想了想你可能不会用 我就自己上来了 谁让你往里走的 一股子骚气 我这干干净净房子啊 被你弄臭了 你耳朵聋了还是脑子坏了 我让你滚滚滚 你都到处乱走了 你摸什么摸啊 摸什么摸呀 这是我的东西 小心手烂掉啊 阿姨 脾气不要那么大 脸上会长皱纹的 我呢 就是来参观下将来的家 反正过一天也要搬进来了 环境总要熟悉一下 东西也总要置换置换的 等我住进来呀 我要把它换成那种 欧式大茶几 可以在上面打盹的那种 还有这个什么吊灯 我要把它换成 三层水晶吊灯 那多气派呀 像你们这种老古董啊 是时候退休了 你做梦 我告诉你啊 我这个房子是开过光的 就你这种人来住啊 没几天就暴毙了 你还敢来住 你听见没有听见没有 听见没有 我对她的了解 哪听呀 都什么年代了还迷信呀 有空求佛 不如自求多福吧 头条款我都拟好了 你直接签字就行了 我跟老齐啊 特别交代过 钱是不能少的 毕竟你为了养孩子 为了这个家 也是付出了整个青春 同事女人我最懂了 最宝贵的东西没了 钱当然是不能少的 这个财产是老齐订的 老齐知道吗 怎么 先钱少呀 这点钱在你这个年纪 也不算少了 去养老院买个贵宾床位 也是够够的了 什么贵宾床位 我告诉你 我就睡在我自己家 这张大床上 我就是带着 瘫 我也要瘫在这张床上 我就觉得他们吵起来了外面 对呀 声音这么大的 知道您的脾气 我特意多打印了几份 让您一次发现个够 你别在我这里装模作样 你以为你是什么人啊 人家把你当鸡 你还自己不客气地 当成凤凰 上书上上瘾了 就是要离婚 也得老齐自己来跟我谈 用不着你这只野鸡 在中间瞎掺和 我们家老齐很忙的 再说了 老齐的决定 我不都帮他写清楚了吗 我们两个人 本来就是议题的 在天院做比翼鸟 在地院睡一张床 我们是同气连织的 我说话这么不客气的 不是说亲戚吗 快去看看 女人嘛 活到五十多岁也该明白了 孩子留不住 老公留不住 那还能留点什么在身边呢 当然是留点钱 在身边养养老得了 想开点 签个字 自己婚姻不幸 就成全成全别人吧 老齐还买了蛋糕在家 等着我庆祝呢 姑亲 签 签 我签你个大头鬼 你怎么还动起手来了 怎么 我这个时候不是留着签字的 是用来教训人的 我这个时候 爱了 不贵 我自在 啊 都要 你 干什么 条件 好 Хотя 像遇成意外忘带散的遗憾 像爱情小说不能写幸福永远 要怎么狠假心来责怪 终于会明白爱情只在刹那 之后都不过是自己的想象 像爱情小说走不出无间循环 就当个作者只剩事外 一次次擦肩出命运的安排 像遇成意外忘带散的遗憾 像爱情小说不能写幸福永远 要怎么狠假心来责怪 终于会明白爱情只在刹那 之后都不过是自己的想象 像爱情小说走不出无间循环 就当个作者只剩事外 像爱情小说走不出无间循环 不经意间再透露感慨 不经意间再透露感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